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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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有中文电台文的股东我也改成了呼吸 很重要的一个联合方式 不管是在我们在这个地区的政治教育和生活方面都起了不可低功的作用 实际上就是把华人的影响扩大 而且呢起了很好的华人之间的联谊感情 信息交通起了不大力度 在这个地区办这么一个店的虽然很不容易 我知道各位同仁 他可才太好了 他讲的就是我的心声 然后我再跟他 他的每一句话都跟他共鸣 所以我今天就祝大家天安 行乐 也是个美丽 愉快的夜晚 你加两个名字就是一下邱老师 今天的联集大会呢 我们主题其实是六个词啊 首先是感恩 第二是回顾 第三是展望 那感恩呢 是感谢在座的各位 所有的同事 所有的顾问 感谢你们的心情付出 晨晨帮我翻一下 烟 哦 是个分多了 就这边好 有关 翻一下这边 哦 接下来 谢谢 那么有很多呢 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 所以呢你们 呃可以讲快一点啊 比如说我们中文电台 呃成立2012年5月 开展是吧 被构定立场啊 那个 那么 目前我们总是会成员呢 是包括我 雅秋老师和念力 然后呢 我们其实 呃有 也有我们的都外 都老师的功劳 他也参与了一些工作 呃当然萨萨也拍了一些视频啊 当然还有很多组 博多参加的工作 所以呢 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 比较受关注的博多 那么 春节晚会呢 今年也是 就是 请了国内的就是 上海评团团的团长 啊 也是国家一演员 还有另外一名 也是国家二次演员 然后还请了一位歌唱家 就从中国来的 那么 嗯 公逢盛世啊 就是 混到了百年不遇的大学 所以呢 我们就 我们科朗链在春晚 经常跟大事件合在一起 就 我们的第一届春晚 哈哈哈 嗯 好 啊 那么 今年呢就是 有很多人很受欢迎 就是说 去了南北白宫 那么 其实就差几天 有另一个女的华人 去南北白宫被抓起来 啊 那我们是 有正式邀请她 没有正式邀请 就是她的 哈哈哈 那么 今年呢 就参加了江苏发展大会 那么就是 就是 左边的照片是跟香港的 前政务司长唐一年 右边的照片是跟 州州市委书记 州乃乡 所以 那么说有的 社团他们演化去 但是主力就是我们电台的 所以呢 这也是我们更软实料 那这个是我们电台不少总持 在 嗯 社区 共大伙众部的主持啊 嗯 就是代表我们 中文电台的形象 好 那么 还有一些呢 我们其实 嗯 很多人问就是 我们下个中文电台 有没有在做总告 而说 没做总告 我们基本上是 新闻立台 我们的新闻出去了 那么我们中文电台也出去了 所以有些重大活动呢 都是从我们这个口出去的 啊 那么今年 比较受关注的 就是我们采访的 吴嘉辉 也采访了一些国庆的活动啊 当然也 嗯 嗯 都有都有争议 那但是呢 在争议当中 我们就是也非常受关注 那我们也组办了演出 那么有辣有小 大的这个就是魅力中火 那么就是有 好 那大家非常关注 财务数据啊 就说 天作的数据是大家做出来的 然后财务数据是我们 我们好像 任台管理层经营的 然后呢 其实前几年是交了 呃 交了不及格的卷幅啊 然后 啊 接近年 可以 可以说从去年开始 有所回升啊 有所回升 有所回升 现在是 今年是基本上 呃 数据于以往要好一点 啊 这是一个 这个财务数据 成为 呃 可以成为 赠钱的一个活动 啊 那 上上呢 做了 舌尖上的西雅图 那么我们 舌尖上的西雅图 这个名词 呃 用了之后 我们其实没有充分的 挖掘它的价值 嗯 舌尖上的西雅图 这个节目组 就可以在全西雅图 进行参观的评选 所以呢 每个餐馆 交50块钱的参选费 就可以了 那我们希望能够一百个一千学餐馆参选 最后呢 进行评奖 各个类的进行颁奖 啊 这个是可以做的 华盛顿州大学生各有比赛 啊 呃 因为我们实际上玩 帮主持人啊 然后 或者表演啊 那么 呃 不必是帮主持人 你念寿常诗 白日一三进黄河不海流 那小孩念的声音 我们都可以在节目上播啊 所以我们有平台 那么 像表演呢 我们可以画剧啊 什么的就是 能够 呃 比如说 他们上了两个的画剧课 然后就在我台上演一个 我们工作的基本是 哈 今天其实非常的惊讶 呃 可以说两个结果 呃 小于台长他多打工啊 他说 有人提名 你参选这个 呃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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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没有得上我吃鸡啊 我说 去哪个 我跟电台的缘分吧 就是我17年的时候 刚刚来到西雅图 然后 起落小的时候 有一个主播的梦想 但是呢 我还是取了计算机 然后现在是女后证师 但是因为17年年底 他跟小头姻缘巧 他说他在电台工作 我就觉得 哎 有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就很想到这旅程晚晚 然后到电台之后呢 我就发现 这是一个 相当于我在 主业是作为一个 马龙之外的一个认识下 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因为通过这样一个群台 认识了很多的 不同的各行各业的 不同年轻段的 这样的一个 优秀的人才 也是拓展我的视野 然后自己本身也通过电台一些 我想来一个批评过 昨天这个冲阳节 我们有好多童子在一块聚会 那特别强调啊 三分净啊七分寒 你要健康要长寿 你灌好自己的队 埋开自己的队 才能健康长寿 三分净啊七分寒